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黄日辉 欢迎收听我们的联播频道 关心中台湾的大小事 垃圾问题困扰南投已久 县府为解决问题便规划在竹山以及云林交界 来新建绿能永续处理中心 但是消息一出就马上引来地方的强烈反对 为了不让事情越演越烈 县长林明珍随即召开记者会 宣布在与县民达成共识之前 将停止一切规划的工作 南投县政府自108年起着手规划新建绿能中心 经过专业评估选在竹山跟云林的交界 作为新建地点 并在6月19号举办公厅会 与当地居民进行详细说明 但是消息一出公厅会都还没开 就引起当地居民强烈反对 因此经过通盘检讨 县长林明珍在今日下午宣布 将停止一切规划工作 还没有公厅会之前 有一些错误的资讯的传达跟这个传递 导致这个民众好像抗议觉得 我们要盖冯化炉 要去污染竹山镇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也通过通盘检讨之后 就决定 我们就先暂停我们垃圾处理的 这个绿能中心的规划 那等到跟当地民众 或者是后续新的县长上任之后 我们再跟当地取得沟通之后 我们再来做 主要是我们要处理这个垃圾 绿能中心 一定要跟地方达成共识 我们希望植山真的这么放心 我们县长在那边宣布 植山的这个力量处理中心 我们停下来不办了 请这个镇长不要再继续发动抗争的事件 但是因为这段期间呢 地方上可能有收集到一些错误的讯息 那么这个事件呢 也越远越烈 那么县长也希望说 不要因为这个事件 对我们现在的县长护选人会产生 或者是对我个人来讲 会产生一些的压力 也希望说不要被做一个政治的操作 南东县垃圾问题 已经20年来都没有得到解决 根据预计 在今年底 全县将会累积超过50万吨的垃圾 南东县政府表示 虽然新建绿能中心 可以有效解决垃圾问题 但是请民众放心 一定会跟当地得到共识后 才会继续后面的规划 经过我们研究了几年之后 我们是觉得绿能处理中心 是最好的现代的科技的方式 把垃圾变成燃料 经过我们选择之后 我们是觉得直山 靠近清水溪旁边 有一块我们的公有地 就是离宿中心非常远 直山这个绿能处理中心 是100吨 一天再处理20吨 那么慢慢的 在几年之后 直山就没有囤积垃圾的现象出来 针对绿能中心停止规划工作 竹山镇长陈东牧表示 并没有要煽动民众的意思 在一切还没有完整的措施之前 一定会跟民众站在一起 那整个全线垃圾 在一个完成配套措施 没有好情况之下 要运到整个竹山来 这样子的做一个操作处理的话 是非常不可以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跟正名站在一起 垃圾堆积一直是难头线的大问题 也希望民众要做好垃圾分类 共同渡过难关